接下来还有很多观众和网友的提问 需要各位老师们来回答一下 从李克勤老师开始 他们提问说 前段时间李克勤老师唱跳表演深入人心 请问克勤老师 平时是会进行一些唱跳的练习 或者把它当成生活的一部分吗 第一 一看那个唱跳 那个部分就知道我是 还是安安静静去唱比较好了 一年一次比较好了 不能太多了 我觉得唱跳还是留给那些年轻人去做 我就久不久来一次吧 练很久能跳一回